50岁邱淑珍先生音乐,大妈身材上远的,笑起来十分结比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奶客是非常的盛产美女的,那个时期漂亮的女孩儿们还真的不少,出道的女明星那更是数不胜数。 邱淑珍就是理念的代表人物之一,早年凭借着亮丽的外表,以及不错的演技而迅速走红,成为了当时男生们羡慕中最完美的女生啊,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大陆还是台湾,都是非常出名的,可以说是实质名归的女神了。 但是,令人感到遗憾的是,在一九九九年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富商,自此之后她便宣布退出了娱乐圈选择了永久性的吸引。 这个消息,理出总是令大家惋惜不已,就在最近一段时间,50岁邱淑珍先生医院,因为有位网友陪着自己的老婆在医院看病,的时候就偶然碰到了她。 她和自己的老公在医院里不知道在干什么,网友见到明星也是非常的激动,从言语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,甚至都有一些与无伦次了。 但是她却非常的戴定,平静的和网友交谈着,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。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,照片里并没有显示出她老公的身影,看来网友只是她的粉丝啊,从轻松交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, 她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,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了,估计就是一些小毛病来医院检查一下而已。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装扮十分的低调,和普通的林家大妈没什么分别,显得非常和蔼可亲。 即便是让因为上了年纪医院检查的时候,也是很配合,显得非常的亲民,网友激动的想要拍照,她也没有制止。 任网友拍着自己,到现在她已经有五十多岁了,也已经当了三个孩子的母亲。 但是在镜头下的她的脸蛋还是那一样的漂亮有气质,就如同少女一般,多的只是学间对于她的雕刻。 虽然看起来皮肤保养的还是不错,但是身材已经有些走掉,了成了大妈的身材。 不过也可以理解吗?毕竟已经五十多岁了,最后她笑起来真是太好看了,十分接地气呀。